如今的NBA,抱团风气欲引预烈,究其原因,是因为夺冠的难度在不断加大,詹姆斯拿到生涯第一冠时已经27岁,杜兰特则在28岁时才圆梦总冠军,其他诸如哈登, 保罗、安东尼、维斯布鲁克等人到现在都还没能夺冠,除了能力,运气也是一大原因,有部分球员23岁之前就已经夺冠,现仪就有5位,在NBA历史上,一共有19名球员,在23岁之前便拿到了总冠军戒指,其中现仪球员有5人上榜,湖仁队的新元龙多尔22岁零116天排名第5, 在绿山军三巨头组建的第一个赛季,凯尔特人便成功夺冠,龙多在一群老大哥的关照下快速成长为了顶级空外,但当三巨头拆散后,龙多如今也已经成了流浪的角色球员,勇士的崛起让很多新人受益,年纪轻轻便沾光夺冠, 达米安·琼斯便是其中一位,他在21岁0347期间拿到了总冠军,派名现役球员第4,2016年选秀大会上,琼斯在首轮第30岁位被勇士队选中, 指引生涯前两个赛季军孙勇士夺冠,这已经成为勇士新秀的一项特殊福利,出道即刻享受总冠军的光华,剩下的三人还创造了一项伟大的成就, 他们赌的手冠时的年纪比克币还小,科币是超剧中夺冠很老的一位,他在21岁0301天时就完成了加冕,而乔丹直到28岁才拿到了手冠,现役仅有三人比科币更早, 托尼塔克在21岁0290天时拿到了总冠军戒指,两人的共同点是有一位强大的队友奥尼尔和邓肯,另外两人是勇士队的麦卡和卢瓦, 分别在21岁0230天和21岁0126天时拿到了个人手冠,这样的记录还有望远式,最近几年,只要被勇士选中的新秀都很可能在菜鸟饭季夺冠,如果选秀建制半宽,更多的高中生直接进入联盟, 这份榜单的球员年纪将会被大幅度降低,纽士王朝仍然具有强大的统治力和生命力,在整个榜单中,最年轻的独冠球员魏达克·米利西奇, 他在18岁0361天,就捧得了奥布莱恩杯,不过此人早一旦出了NBA,虽然已经销声匿迹,但米利西奇可是大有来头, 03黄金一代中,米利西奇的选秀顺位仅次于詹姆斯排名榜演,甚至高于安东尼, 美德等全明星,虽然被称为当界最大的水货,但运气却两次倦顾了他。